圣祖,只有祢大功无私,祢的判断非常正直,祢是认识的,求祢恩贷祢的仆人。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,愿天父的慈爱,基督的圣从,圣神的恩赐与祢同在,大家平安,圣父平安。 保禄劝哥罗森团体,他劝得非常好,他说,你们是天主所拣选的,天主所宠爱的圣徒。 因此,你们该有怜悯的心,你们该有仁慈、谦虚、良善、仁爱,也要彼此宽恕。 我想,保禄他不只是劝哥罗森团体,他也劝我们,我们是天主所拣选的,天主所宠爱的。 所以,这些的,我们也要放在我们自己每天的生活里。 我们也要有怜悯,要有仁慈、谦虚、良善、仁爱、宽恕。 现在,我们大家忍醉,准备我们的心,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 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,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,我罪,我罪,我的宗罪。 为此,恳请终生统真圣母玛利亚,天使圣人,和你们各位教友,为我祈求上主,我们的天主。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,赦免我们的罪,使我们得到永生。 上主求你垂怜,基督求你垂怜,基督求你垂怜,上主求你垂怜,请大家祈祷。 天主,你救赎了我们,收我们为子女,求你垂怜,照顾我们,使我们因信仰你的圣子, 真能获得心灵的自由,以继承天国永恒的产业。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,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,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往。 阿们 公读圣保禄宗徒至哥罗森人书 弟兄们,你们是天主所卷选的、所钟爱的圣徒。 因此,他有怜悯的心肠,要仁慈、谦虚、良善和忍耐。 如果跟人有嫌随,该彼此担待,互相宽恕。 主宽恕了你们,你们也要照样宽恕别人,尤其是,在一切事上,你们该有爱得。 因为,爱是全德的联系,他要让你们的心中,常享受基督的平安。 天主召唤你们,归于一体,也正是为此,所以你们该有感恩的心。 要让基督的话,充分地保存在你们心中,用尽彼此智慧,教导,互相归劝,怀着感恩的心情,以圣勇、诗歌和圣歌赞美天主。 你们无论做什么,说什么,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行,借着祂感谢天主圣父。 上主的圣言,感谢天主,一切有生命的都要赞美天主。 请你们在上主的圣所中,赞美上主,在祂显示非能的太空,赞美上主。 请你们赞美上主的丰功伟业,赞美上主的无限伟大。 一切有生命的都要赞美天主。 请你们吹起号角,赞美上主。 弹琴鼓塞,赞美上主。 请你们几鼓歌舞,赞美上主。 抚旋吹消,赞美上主。 一切有生命的都要赞美上主。 请你们用响亮的饶拔,赞美上主。 以铿锵的饶拔,赞美上主。 一切有生命的都要赞美上主。 一切有生命的都要赞美天主。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,天主就居住在我们内。 祂的爱,在我们内才是完美的。 祂的爱,天主。 祂的爱,天主。 哈利路亚,赞美天主。 愿主与你们同在。 给你的心灵同在。 共读圣路加福音。 主典光荣归于你。 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, 我对你们这些听众说, 要爱你们的仇人, 善待恨你们的人, 要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, 为毁谤你们的人祈祷。 有人打你的面甲, 把另一面也转过来让他打。 有人拿去你的外衣, 连内衣也让他拿去。 有人向你要求什么, 就给他。 有人拿去你的东西, 别再要回来。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,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 若是你们只爱, 那爱你们的人, 还算什么功德呢? 因为连罪人也会爱那些爱他们的人。 若是你们只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, 还算什么功德呢? 因为连罪人也这样做。 你们只借钱给那些有希望偿还的人, 还算什么功德呢? 就是罪人也借钱给罪人, 好呢,如数收回。 你们要爱仇人, 要善待他们, 借出去不要再指望收回。 这样你们必有厚赏, 而且要成为至高者的子女, 因为他对万恩负义的人和恶人也是仁慈的。 你们代人要仁慈, 就像你们的父那样仁慈。 你们若不判断人, 也就不受判断。 你们若不定人的罪, 也就不被定罪。 你们要宿断人也就会被宿断。 你们要施语也就会接受施语。 并且, 要用十足的神道连岸带遥, 甚至外溢倒在你们怀里。 因为你们用什么神道量给人, 也必用什么神道量给你们。 尚主的圣言。 基督,我们赞美你。 大家平安。 全部平安。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成为小朋友。 这个不需要相信, 这个是一定的。 我们曾经是小朋友。 那我们在还很小的时候, 我们就可以想一想, 想一想, 我们的父母是怎么样的教养我们。 如果我想回顾一下我小的时候, 大人常常向我说, 你不可做这个, 不可做那个, 我在做了什么。 他们就说, 不可以, 做了什么, 这个也不行, 不可以, 不行。 那我现在, 我那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, 就是说不行好吧, 我就不做吧。 但是现在如果我回顾, 我去想的话, 我就想说那时候, 他们也好像也没有跟我讲说, 我可以做的是什么。 他们只是说, 不行, 不行, 这个是不行。 这个是我们小的时候。 现在我们有了小孩子, 我们也可以想一想, 我们是怎么样的教养我们的孩子。 我们是否把以前大人对我们的教养, 我们也是重复给我们的小孩子吗? 当他们做什么的, 我们就跟他们说, 不行。 这个也不可, 这个也不可。 在我们的团体, 教会团体也好, 可能是他的团体, 可能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规定, 那这些的规定, 多于不可, 比可的还多, 比可以行的, 可以做的还多。 那如果我们每天听到说, 你不可这样做, 不可这样做, 你这样的不行, 那我选择安静的不做事, 就是平安了。 我自己就平安了。 我自己就平安了。 我们回到今天的福音, 耶稣教导的对象, 就是他的门徒。 耶稣看到他的门徒, 我们之前也看到了, 这门徒里面所作成的是不同的人, 很危险的团体, 有热忱的欺瞒, 有出卖国家的马斗, 所以这个冲突就会发生的。 所以耶稣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, 要教导他自己的门徒, 你们要彼此相爱, 对你的敌人, 你要怎么样的, 以怎么样的态度去对待, 就是要爱他, 要为他祈祷。 所以耶稣教导门徒们, 有理由他看到了门徒们, 这个团体里面是很危险的一个团体。 那他跟门徒们所讲的, 他没有用法利塞人的方式, 法利塞人就是告诉他们, 你们不可不可不可, 是非常非常的多的, 你们不可在安息日不可吃饭, 在安息日不可走多少步, 所以他跟这些法利塞人精神们的教导方法是不一样的, 使耶稣用积极的方式来教导他的门徒们。 看到有敌人在他们团体, 耶稣没有说, 你不要拒绝他们, 他没有用消极的方式, 但是耶稣就告诉他们, 你要为他们祈祷, 要积极的方式去对待这些人, 这些敌人。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, 我们应该是积极的, 而不是消极的, 消极的可能我们就不做事, 我们就平安了, 但是耶稣要求我们, 我们要积极的去行善事, 去做好事。 另外一个是有一个团体, 这团体他们强调的, 在走这个信仰之路, 我们要求的是更, 更, 这一个字, 什么更? 就是说如果我们每次行事就是这样的好, 他们要求我们要比这个更好, 我们做什么事很漂亮, 这样我们要求比这个漂亮的更漂亮更美, 所以每天他们要求的是更比昨天的更好, 明天比今天的更好, 这个就是耶稣的要求,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, 耶稣就是这样的要求, 要求我们在我们的跟随他做基督徒, 我们要为了更好的事情而去行事, 这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, 那我们可能会问, 为什么我们要要求更好, 更美, 更漂亮, 就是这个比之前的更好的原因是什么?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, 是因为我们的天主, 我们的天主就是这么的美, 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走向天主, 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更接近天主, 所以耶稣的要求, 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, 的连理生活, 我们要积极地行上事, 做好事, 而且做得比以前我们所做的好事, 更好, 更美。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, 一起奉献与天主, 天主,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,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原型,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, 帮助福音的传播, 天主,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,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, 决于你的旨意, 为全身, 求你帮助我们, 全心、全灵、全意、全力, 笑爱你。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, 成败奉献给你,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, 呈献给你, 为光荣你的生命, 并为拯救世人。 我们要效法神父玛利亚, 及诸神人生命的荒漾, 终生事多余。 天主, 请以你的宠爱, 沐浴我们的身心。 也求你宣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, 宣于教会首长, 国家领袖, 及各级政府官员,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, 为众人服务。 全能永生的天主,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。 求你把分析欺验的安慰者圣神, 庆祝于我们, 及一切信友的心中。 求是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。 阿们。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。 阿们。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。 阿们。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 阿们。 请大家祈祷。 天主,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, 卷弃成见, 扫除障碍,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,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,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 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, 脚脱在你手中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 我们的天父, 愿你的名受显扬, 愿你的火来临,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, 如同在天上,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,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,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, 不要让我们先于右过,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。 愿主与你们同在, 愿全能的天主, 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,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 感谢天主。 请尽更尽尽, 尽住心怀, 尽爱之酒, 主因我尽前来, 双手护齿我靠住胸前, 如在温尽港言彼我平安。 如在温尽港言彼我平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